聖诗节 和尚 累敬 学生跪着移动到老师跟前 表达最虔诚的敬意 帮学生绑上棉线表达祝福 卷起来的叶子放在耳朵代表结好圆 再用白色石灰香膏 在额头点上三个点 象征一切吉祥 丁思颖是清迈慈祭学校第一届学生 如今回到母校任教 学生都是她的学弟妹 见识一试 学生都会献上自己制作的花盘 今年改用水果饼干取代鲜花 可以食用也更环保 学生尊敬老师 老师爱护学生 师生情仪更贴近 大爱新闻刘俊泽泰国报导 老师爱業